秦刚或者是 所有的中国大陆官员都讲 第一个扣子要扣好 都是指台湾问题 那因此如果台湾问题没处理好 那什么都不用谈了 也不需要谈了 要打就打 要玩就玩 你要说谎 你说一百遍也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 相当有可能在台湾这个部分里面 尤其中国敏感的问题这个部分 所谓的中国敏感问题就是 你莫须有的指控 例如说你对于人权的 莫须有的指控 你对于台湾问题的这种介入 所有的 我觉得如果你再说一套 做一套的话 那我们玩不下去了 那我个人认为 这次富有成效就代表 说有一些进展 那有一些进展 就确实就为布林肯来铺垫了 但是不代表 就能布林肯就能来 因为要看你美国之后 做什么事 而不是你在说什么话